劉鶴 道路的国务院副总理跟叶伦 美国财政部长 通话 叶伦也做过联准会的主席 说美国要调降对中国道路的关税 中国道路苏美有3500亿的产品 都被调成关税 那他当然分好几个阶段 会后各说各话 新华社报道 劉鶴的讲法 就是关税需要拿掉 那美国财政部就说 说他们对于恶物战争 对于中国的公平贸易 表示关切 贸易要公平 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拜登最快这个礼拜就宣布 解除部分中国的关税 也不是全部 一部分 主要包括服饰 衣服 文具等消费商品 主要还是消费品 因为你可以想得出来 以前台湾大量的贸易是什么 运动器材 鞋子 衣服 杂货 杂货等等这些东西 那东西利润都非常低的 为什么后来台湾现在就比较少 这些东西呢 因为大家就杀 杀到最后呢 你杀我 我杀你的利润越来越低 越来越来越低 后来就没办法了 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那现在台湾防制品还是不错 但是都是比较高价值的 附加价值高才能活 附加价值低的就很难 拜登政府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这个扯很久了 降低官司讲好久了 为什么都做不了呢 因为有赞成有反对的 谁赞成财政部长叶伦 还有商务部长雷蒙多 那谁反对呢 贸易代表戴琪 还有国安顾问 这个跟贸易无关的 是纯粹从外交政治看 那这个呢 因为他要去谈判 贸易代表要跟他谈判 谈判要有筹码 他说我现在都让 我还没要到 我要就让了怎么办呢 所以他这个贸易代表 是很厉害的 就是跟你在那边扯来扯去 我多年以前当立委时到美国 就跟美国的贸易代表谈判过 桌上面对面谈判 因为他那时候 依照亲台币升值 我说你再升台湾快是垮了 这些贸易商已经都垮了 突然从40 升到25 30 怎么活呢 就是要面对面谈 好 那大陆外交部说 如果你降低关税 有利于中美跟全世界 都会有利 那另外呢 关税惩罚性延期 但是呢也有 美国超过300家企业 希望继续延长 这个关税 那一定是国内的啦 就讨厌进来 因为台湾也是一样 有一次我在法院 经过那个财政委员会 我突然不到财政委员会去的 对啊你们好热闹喔 好热闹 里面满满的人 哇就叫 他们要讨论什么呢 海关进口税子 有的要保护台湾的产业 就是这个关税要提高 不可以降低 有的是替那个进口商货航的 这个关税要降低 炒成一团 在那个会议里面 你简直没有办法 想那立法院的委员会 炒成一团了 就为了个关税 所以关税呢 这个影响很大 拜登满倒霉的 因为这个关税的问题呢 他是川普那个时候呢 恶搞搞出来的 那川普的这一招呢 其实并不能够解决中美 这么巨大的贸易逆差的问题 可是在现在这个档口上面 又有疫情的问题 正在复苏 然后又有通膨 美国又有通膨的问题 又有俄乌战争造成的能源的问题 然后又有国内呢 反中气氛这么强的问题 所以说呢 叶伦他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是说当初这个川普 他施加高关税 他所要达到政治目的 都已经结束了 可是你今天取消他的关税 特别是这些是属于消费的 就是一扇产品关税 他真正能够解决通膨的问题 其实很少 可是呢你造成的那观感呢 好像是哇不得了了 拜登这个政府呢 跟中国扣头了 而且特别是因为呢 川普呢现在在国会啊 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 关键的这个证人啊 就是前白宫幕僚长的 这位助理啊 他在上一周的时候呢 他在国会的这个 作证的证词呢 对川普非常的不利 所以呢川普呢 非常的有可能呢 会提前宣布竞选 如果说呢 他提前宣布竞选的话 刚好他就拿 会拿这个问题呢 再继续的去打这个拜登 所以我觉得对于 美国政府 对拜登现在来讲 他是有点骑虎难下 但是我认为 他是会会减的 他是会去 去删除这些 取消啦 这部分的这个关税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税呢 对于美国来讲 虽然说他是如同 但通膨来讲 如同鸡肋斑 可是呢对于 创造习近平 跟这个拜登的会晤呢 他无论如何 还算是一个 一个就在释放出 一个双方之间的关系呢 改善了一个讯号 那就是看这个美国的国内 他们怎么样去宣传 讲这个话题 对于他们有利的说法罢了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